瑞芳区公桥里基隆河右岸长榜杂草看起来很杂乱 里长建议为建立地方观光形象 希望区公所能针对右岸绿美化 区公所则表示右岸河堤有约100多公尺的老旧花台 近期将种植植栽绿美化让基隆河风景更好 现在正值冬天基隆河沿岸左右两侧都开满芒花 一大片白芒芒好美 但是在公桥里旺仔檀桥下的河岸 却长期杂乱无章让美景变调 那这边高滩地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里办公处有联合立委办公处 还有议员办公处以及公所的经建客 进行初步的商讨 在前日呢进行会堪之后 决定呢在这个年终之前呢 进行植栽绿美化 当地长表示早期河岸堤防上有10座 长约100多公尺的花台 但长年下来杂草重申也没有定期管理维护 有损的地方观光形象 让这个河岸呢更加美丽 也可以在节气小函之后配合 我们集合的这些芒草的这些景观 还有光雕还有彩绘一并纳入这个观光的重要地点之一 徐翁这边的有个也既有的花台差不多100公尺 那里长希望给它美化 来营造整个林里的环境 那这一步我们 集合纳入均原都来办理 大概种一些湖山之类的 属于灌木类的 徐翁所表示 针对里长所建议的基隆河右岸美化 近期就会请厂商进场 将原有的花台上种植扶桑花 期待在将来花开期 能带给基隆河岸不同的风貌 介绍威 瑞芳采访报导